和牛漂亮油花 一放上鐵板 立刻滋滋作響 色澤開始變化 師傅熟練的翻動切成塊 三兩下功夫鮮嫩多汁的和牛上桌 可別小看鐵板燒在台灣市場的威力 一年下來產值高達76億 連鎖餐飲集團砸下700萬元 祭出優勿薪資條件 招募150位儲備主廚 起薪4萬元 通過十八個月考核月薪可達六點五萬元 若晉升主廚加上獎金 一個月最高可領十二點五萬元 兩百萬年薪不是夢 這家鐵板燒主打平價 不過招募薪資最低也有四萬元 但培訓一位可以獨當一面的鐵板燒師傅 可不容易 半年至一年學料理 而學會適時與客人互動 可能需要兩到三年以上 不過無論是料理還是聊天 這一點才是最難 火喉調味油量量量都得拿捏精準 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出糗 對於師傅來說 每一次的料理都是零失誤挑戰 鐵板燒師傅平均薪資高 就是因為他們不僅要讓消費者品嘗美食饗宴 同時還能欣賞到一場完美演出 大火快炒忍受高溫 烹煮美味料理 餐飲廚房 出菜分秒必爭 接著由服務人員協助上菜場外工作 四方都得顧也不輕鬆 如今又遇上缺工問題 讓餐飲業更難做 勞動部也祭出解決方案 能幫忙沒何協助找人 但前提是餐飲業者得要開出 每個月三萬二的薪資 這樣政府就能幫忙補助一般失業勞工 每個月六千元 另外高齡 中高齡或二度就業者 全時工作最高也能補助一萬 最長補助一年 畢竟還是有補助一年 對啊 如果是以未來的生涯規劃的話 可能會先考慮看看 然後再跟公司洽談看 有沒有調性的可能 先不要管那個補助的那部分 因為民進補助只是一年而已 那年後就沒有啦 可是以三萬二的薪水來說的話 薪水好像有點低 他的時間一定都是 說好聽是八個小時 總之你會卡一個很神奇的 雖然祭出補助能有效減少勞工 對於餐飲業 供時長低薪等推力 但這樣的補助恐怕也只對短期有幫助 比如說像外場的話 可能專業度不需要那麼高 但是像內場的話 他的專業度就必須要非常的高 那這個可能就會影響到 所謂的失業勞工 他是不是能夠進入到 這個行業裡面來 他們適應的程度怎麼樣 這也是必須要考量的 不是把錢補進來 問題就可以解決掉 也怕補助結束 人力會跟著消失不少餐飲業 祭出高福利和額外的獎勵流財 改善大環境問題 才能真正解決缺工問題 三天新聞王辰偉 蔡俊錡台北報導